这几次的米3和小米电视的抢购 抢到的人寥寥无几 大家失望之余看到有人发帖说 重新进入按钮根本就没有进行request的请求 也就是说倒计时动画不停的在单击上重复播放给你看 那为什么有人抢到了呢 是你在预约的一瞬间就已经决定了你是否能够买到 后面的抢购过程全是在演戏 有的用户拔下网线来发现 真的没有错误提示 还是不停的循环排队 终于激起了众怒 大喊小米你不仅侮辱的人品还侮辱的智商啊 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小米论坛和各大媒体讨论这件事的无一例外都被封杀 我们的技术人员研究的结果是 小米先默认大家全是买不到的 然后在每次重新进入的时候 去服务器制一次骰子 中奖了就进 没中奖或者是断线了没反馈就接着拍 这说明两个事 第一解释了把网线还是可以正常的倒计师 第二也说明这确实是正常的抢购 不过是运气和几率的问题 这和你的网速带宽都没有关系 应该说是抽奖 不应该说是抢购 后来小米官方邀请了各大媒体现场参观 开放购买以证明没有作弊 看吧真的是几百万用户同时在抢啊 有媒体发文质疑小米饥饿营销故意少量生产 小米又把大家请去看富士康的生产线 满负荷运转工人类的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看吧能多卖我们干嘛不多卖一点啊 这段风波才总算过去 但是这些就能够证明小米没有问题了吗 又到了爆内幕的时间了 首先那些证明小米已达产能极限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一条产线工人不吃不喝极限是2000台 可以多开几条产线啊 一个模具一天生产极限是500个后客 那可以多开几个模具啊 办法总是有的 其次既然技术上都已经分析出了你制骰子的工作机制 那么做插件抢购就是很容易的事情 媒体看到确实是几百万人在同时抢购 但是他们看不到这里有多少是黄牛和机器人 缺乏技术手段只能靠多开浏览器的普通用户是很难抢到的 小米到底有没有能力排除黄牛 我认为很多方法都应该去尝试一下 比如说同意收货地址只能收一台 或者是抢购的时候检测麦克地址 又或者是身份证才能取件等等等等 再深的技术方案我就不清楚了 我只知道曾经火车票黄牛很多 后来抓走了一个部长关了无期情况就好了不少 那小米为什么解决推进的比较慢呢 我猜测本质还是为了规避积压风险 做IT运营非常惨啊 掉价太快像海鲜一样 人家海鲜衣服利润还高 IT产品利润极薄 只要卖不出去全都砸手里 就是大赔啊 维军非常忌讳积压 曾经说过所有手机厂死全都是撑死的 想多卖又不想积压怎么办 做准销售预测 但即使是行业老手 做精准预测三位以后能卖多少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以前传统IT厂靠的是 清点全国代理商的库存 渠道就是我们和用户之间的缓冲 多停少补 但是小米是网上直销没有渠道 于是淘宝加价的高低就有可能成为小米预测市场销售多少的情欲表 如果我的猜测成立的话 那小米这套打法就是拿黄油当挨骂的挡箭牌 自己又不承担风险的一个伟大创举 那如何评价小米这个公司呢 我这里童言无忌的随便聊聊 首先小米是一个发展速度极快的中国土生土长的互联网公司 成立三年销售额就将近200亿 市占率前五完成了很多国际厂商十几年也未曾达到的成绩 最新一轮融资估值100亿美元 超过了微软收购时的诺基亚估值 是传统手机大厂黑莓的两倍 这些都足以证明它是中国手机行业的骄傲 但是呢它也经常干一些犯二的事 比如说无线WiFi密码分享功能 开了又紧急关停 100万征集一张壁纸 结果呢获奖的好多都是侵权的 拿一个可靠性极低的胶来粘住固定手机的套 当官方配件来卖 这些都说明小米就是柯南 就是阿同木 就是金刚葫芦娃 成年人干不出这事来 可以说小米是一个国产非常不成熟的巨型公司 以上就是客观陈述 但是基于这个客观事实 大家如何看待它呢 这就属于主观的部分了 我们是因为它的不成熟 老干傻事而责卖它呢 还是愿意给它机会等它成长呢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我的看法也涉及到今天的主题 快速发展必定有利有弊 对于弊病的一面 是由于能力准备不足 还是根本没有以用户为核心进行思考 这是能够看出区别的 而目前我看到的是小米思想态度上的不转变 希望得到消费者认可之前 首先不要像史玉柱那样把消费者当小白 总结 小米3拥有的是市场上最强的硬件躯体 和最人性化的软件灵魂 但在实际体验中 我们看到的是两者没有很好的结合 强对硬件 带来的好处是续航得到加强 照相效果大幅提升 传输更加快速 但是由于系统优化跟不上 高性能体现为卡顿 缺少单手化操作的考虑 拍照操作很不顺手 将优势划于无形 跑分也成了行内的大笑话 米3迷人的地方还是在于软件系统 快速的bug修复和功能迭代 使得米系列产品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另外V5使用云端的便利性 以及体贴入微的人性化操作 让人印象深刻 小米盒子 小米电视等周边产品的上市 反向增加了小米手机 作为个人数据控制中心的附加价值 如果你想买米3 绝对不是冲着看似华丽的硬件配置去的 而是对未来数字生活互联互通的 美好蓝图的期待 关于米3 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清晰的 不能再清晰的结论 硬件失败 软件成功 我宁愿去选择一款米外支持列表里的手机 回来刷机 尾巴 测魅族的时候我常想 这家伙盖上logo比三星差在哪了 而测米3的时候我常想 这家伙盖上logo比红米强在哪了 毫无知情自不必说 但是现实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小米的竞争已经上升到了战略布局层面的竞争 对互联网和未来人们生活方式的洞悉 远比传统厂商要前站的多 这是在用更先进的理念改造手机 它并不在乎一成一池的得失 喜欢小米的人 把小米比作特斯拉对传统汽车的冲击 不喜欢小米的人 把小米比作工业化对手工艺的践踏 但是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 小米很有战略眼光和营销手腕 战略手腕和执着信念之间的对决 谁能够最后胜出呢 我们不是活在日式漫画里 现实中无数案例都证明了 得战略者得天下 像曹操对刘备 莱因哈特对杨维利 即使再具工匠精神 有如诺基亚 黑莓 摩托罗拉 也只能抱着曾经的精品 走进历史的坟墓 那些以为凭借坚定信仰 努力付出就会有回报的人 too young too simple 但是 我说这些不是劝大家放弃理想 向现实妥协 而是要说 如果你不想做一颗稍纵即逝的流行 那么不要抱怨怀哉不欲 得不到认可 成功者自然有成功的道理 要虚心向他们学习生存之道 活下来的人才配拥有理想 这是乔普斯1985年 被踢出苹果之后 才懂得的道理 今天的消费者报告播送完了 谢谢收看 我们将在11月4日周一 和大家在微信上做全天的互动 具体情况请见我们的微博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